男孩刚睡醒就被吓了一跳 班主任竟出现在自己家里 而且他的身体缩小了一千倍 班主任让他把自己变回去 可男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 男孩被同学怂恿 去学校闹鬼的教室冒险 这里有副眼睛会动得油花 可男孩并没有看见 他还挽起了盆里的一个球 班主任听见动静来到教室 不仅严厉地批评了他 还让他明天叫家长过来 可下一秒 盆里的球飞快地旋转起来 紧接着出现了一道火焰 在一道蓝色闪光后 班主任竟消失在男孩面积 他变成了巴掌大小的 还差点被男孩一脚踩中 班主任在惊慌失措中 躲进了男孩的书包 就这样被男孩带回了家里 就在男孩回到家时 他因为晚归被父亲问话 老师趁机从书包里爬了出来 却差点把屁股摔成两半 就在这时男孩的母亲打来电话 父子俩赶紧打扫桌子 而掉落的物品差点砸到了老师 随后老师尿急想要上厕所 却发现马桶变成了山一样大 老师左顾右盼之下 发现了远处的一盆银客松 这个男孩把老师装进了铅笔盒 在考试的时候让他帮助自己做